10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飓风米尔顿袭击佛罗里达州之际,他的政府将向企业施压,要求其保持价格稳定, 以便人们无需多付钱,即可获得汽油、航班和其他必需品。 飓风米尔顿,周三逼近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居民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撤离或蹲守,随后风暴将给已经遭受飓风海伦两次袭击的地区,带来危及生命的海水涌动、狂风和倾盆大雨,沿着超过300英里的海岸线,数百万人接到疏散力。 随着风暴逼近,当局于周三早上发布了越来越可怕的警告。 10月9日,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美国正在努力在以色列可能发动袭击之前将美国人撤离黎巴嫩。 让皮埃尔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仍然开放,可以帮助需要紧急护照或其他文件的美国人,只要贝鲁特机场保持开放, 美国将继续提供飞机。迄今为止,可用座位数量继续超过需求,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仍然开放,我们敦促美国人利用这些选择。 最终,外交解决方案是实现以色列黎巴嫩边境持久稳定与安全的唯一途径,所有美国人的安全是拜登贺锦丽政府的首要任务,随着黎巴嫩的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我想花点时间谈谈拜登贺锦丽政府为支持寻求离开或在黎巴嫩境内搬迁的美国人而采取的众多措施,我们正在全天候工作,为在黎巴嫩的美国人提供尽可能多的离境选择,并向需要援助的美国公民提供贷款。 贺锦丽周二通过一系列媒体亮相,希望让选民更好地了解她,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她拒绝与拜登在政策上划清界限的态度。 在ABC的The Wheel节目中,主持人问贺锦丽她与拜登有何不同,她表示,我们显然是两个人,然而,当被问及是否有她会做出不同决定的例子时,贺锦丽回答道, 目前没有什么想得起来的。这一对话反映了贺锦丽,在即想展示自己有能力带来选民所渴望的改变,同时又不愿与县政府决裂的艰难平衡。 一些贺锦丽的助手私下对此表示不安,而共和党则迅速传播了她的回应,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讽刺她,称这是她迄今最愚蠢的回答。 直到节目的稍后阶段,贺锦丽才提到她不会做与拜登不同的事情, 她会把一名共和党人纳入她的内阁。 在采访中,贺锦丽还谈到了她对医疗保险覆盖家庭养老护理的提案, 称此举将缓解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的负担。 她分享了自己在母亲患癌时照顾她的经历, 强调她关心帮助美国人,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贺锦丽此次媒体密集亮相,是她与选民建立联系并争取未决票的关键举措。 在回答为何选民应该信任她时,贺锦丽表示, 你可以通过我的职业生涯来了解我关心什么, 我关心确保人们获得应得的自由, 我关心提升人们的生活,并确保他们免受伤害。 周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 2024财年,美国联邦赤字将达到1.834万亿美元, 这是后新冠时代的最高值, 原因是债务利息成本大幅增加, 且社保、医疗保险和健康保险税收抵免的支出上升。 这一估算数字,较2023财年1.7万亿美元的赤字增长了11%, 但略低于CBO在6月估计的1.9万亿美元赤字。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表示, 他作为总统将比共和党对手, 特朗普更具财政责任感, 并承诺通过提高其他地方的税收来完全抵消新的支出。 财政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在周一估算,特朗普的计划将增加7.5万亿美元的新债务, 超过赫锦丽计划的3.5万亿美元的两倍多。 但在2021年和2022年美国赤字大幅下降后, 由于经济复苏以及新冠救助支出减少, 过去两年赤字大幅增加。 CBO预计在不修改现型法律的情况下, 基线赤字将在未来10年增长22万亿美元, CBO估计总收入增长了11%, 达到4.918万亿美元, 这得益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增加。 经济增长依然强劲, 该非党派预算监督机构估计, 截至9月30日的财政年度支出总计为6.752万亿美元, 较2023财年增长11%, 支出增长最大的部分来自公共债务利息增长了34%, 达到9500亿美元, 而在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和军事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增加。 年度赤字的同比比较受到2023财年, 拜登总统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取消的影响, 该计划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导致新冠费用减少了3300亿美元。 如果没有这个取消计划, 去年的赤字将超过2万亿美元。 由于这一异常情况, 白宫将2024财年的赤字, 描述为比去年有所减少。 飓风米尔顿预计将于周三晚上或周四早晨登陆佛罗里达州, 时间已经不多, 人们纷纷赶在风暴到来之前撤离。 据报道, 在纽约市约翰·肯内迪国际机场, 一些幸运的人在周二晚上成功飞离佛罗里达, 但过程充满挑战。 提前结束佛罗里达之旅的帕拉佐说道, 我们抢到了最后两张机票, 我们不得不从奥兰多改到杰克逊维尔机场, 然后驱车前往那里, 驾车的过程也不容易, 说没有油, 我们根本加不上油。 警方一直在护送灌油车, 为撤离的高需求地区补充燃油。 佛罗里达的墨西哥湾沿岸正在为风暴做好准备。 总统拜登表示, 这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袭击佛罗里达的最严重风暴。 从风暴直击区圣彼得宝陶里的卡普托和他的好朋友万科都是90多岁的老人, 他们刚刚经历了飓风海伦流下的混乱。 佛罗里达官员也担心这些物品会在风暴中成为抛射物, 人们已经纷纷离开家园, 两位朋友乘飞机前往纽约与卡普托的家人待在一起, 直到风暴过去, 但他们仍然担心邻居们的安危。 附近坦帕市的市长敦促人们听从撤离警告, 而不要被关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帮助的错误信息误导。 坦帕的机场周二晚上已经暂停所有运营, 奥兰多的机场将于周三早晨关闭, 因此很多人正在从杰克逊维尔和迈阿密赶来, 试图赶上最后的航班, 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最高法院在周二的一场听证会中, 似乎倾向于支持拜登政府针对幽灵枪出台的新规。 所谓幽灵枪, 是指那些可以通过网购零件在家中自行组装的武器, 这些枪支没有序列号, 无法追踪。 按当前联邦控枪法律, 合法枪支都应该有序列号, 然而,当前市场几乎所有枪支都可以拆成若干零件, 且只有含有序列号的零件被视为真正的枪支。 在购买该零件时, 需要进行背景调查, 其他无序列号的枪支零件可以合法随意购买。 不少网购枪支零件渠道, 特别是小型3D打印作坊, 可能会非法售卖规定应有, 但没有序列号的枪支核心零件, 使得购买者可以在没经过背景调查的情况下组合完整的枪, 且枪支无法追踪。 本案的核心问题是, 联邦研究枪支管理局是否超越其权限, 在2022年制定法规要求幽灵枪制造商在套件上标明序列号, 并对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 在长达一小时的听证会上, 大法官们围绕套件是否等同于武器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出, 组装枪支套件的难度远低于修理汽车, 因此应该视为一种异于制造的武器。 司法部代表表示, 这些套件没有其他用途, 仅能用来制造枪支, 因此应该受到监管。 自由派大法官巴雷特也表示, 这些套件被销售时已经明确说明他们的用途, 根据政府简报, 近年来幽灵枪犯罪激增, 从2017年警方查获的约1600支幽灵枪, 结果4年后这一数字飙升至1.9万多支。 纽约警方周二表示, 一名可能在曼哈顿餐厅卫生间流产的女子可能面临逮捕和指控, 此前清洁人员发现厕所被流产的胎儿堵塞, 据报道, 调查人员正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合作, 确定是否对这名20岁的女子提出指控。 侦探总监肯尼周二对记者说, 很可能会导致因掩埋人类尸体而被逮捕, 这是异类重罪。 据悉, 男婴胎儿重约1.28, 估计为22到23周的认诊期, 9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 清洁人员在位于金融区富尔顿街进京街的索菲亚古巴菜餐厅发现了胎儿, 肯尼表示, 女子是前一天该餐厅的顾客, 她离开卫生间后, 员工被告知, 卫生间很脏, 第二天他们来打扫时, 发现厕所堵塞了, 法医在检查胎儿后表示, 该胎儿可能呼吸了一两次, 但无法存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